他一定要有額度 不能再放任 他一一不小心孩子就走中了 憲哥憑孫安佐不能放任否則走中 孫安佐事件持續延燒 美國警方在他的技術家中 搜出一把九零名手槍 以及超過1600發子彈 其中關鍵就在AR-15子彈 因為美國今年大規模槍擊案 都進建AR-15步槍 這個孩子他變成這樣 就是台灣的政府 對於青少年的教育這一部分 要負很大一部分的責任 你說什麼五年以下 那我們就算對一個孩子做一個教訓 但是萬一他情況急轉直下 不是這麼一回事的話 那我們這個小孩子就真的是馬會 我們真的也不了解 到底真實的狀況是怎麼樣 無疑去評論 對於這樣的事情 他們一定會放大注意 希望他們能夠讓整件事情大事發生 真的 而迪英借借迪梅透露 雖然佐買東西都是用爸媽的信用卡付卡 兒子同樣在美國的憲哥則有自己的看法 你有這個卡 卡一定要有額度 不能再那個放任 他一不小心孩子就走中了 我就要戲目了 這錢用到哪裡 不是花不起 而是我必須要知道你買了什麼 娛樂棟新聞 給他機會這個孩子還小 報導 ут 你說 你 他 家 關 說 感谢观看